我娟姐喜歡吃東西就誰都知道 早上起床了,當然要開雪櫃找食物 要保持食物新鮮,當然要找一個好的雪櫃 不過怎樣才叫好呢? 立即看看市委會的雪櫃效能大檢閱 市委會今次測試了17款中小型雪櫃 分別有單門、雙門和三門雪櫃 考考你,大家知不知道雪櫃是有分無雙和有雙的直冷式雪櫃? 他們之間又有甚麼分別? 無雙雪櫃,用來製冷的冷管隱藏在櫃壁 雖然不用除霜,但會用多點的電去除蒸發器上的霜雪 相反,直冷式冷管就在雪櫃裡面 濕氣會不斷在冷管上凝結成霜 要定期溶雪,但由於不用發熱器去除霜 所以可以省電一點 想選擇省電的雪櫃,究竟還有甚麼選擇? 測試中6款直冷式雪櫃,無論是單門或雙門 推算全年的電費不過200元 至於11款較大型無雙的雪櫃樣本 推算全年的電費都超過250元 如果想選無雙,又效能表現好的雪櫃 你可以選擇變頻式型號 測試中變頻和非變頻的雙門無雙雪櫃 推算全年的電費是可以相差達7成的 選雪櫃除了要省電環保,還要冷凍速度夠快 今次測試就發現,原來不同樣本 冷凍食物的速度都挺參差的 在冷卻能力測試中,不同雪櫃將3個無耳食品 由室溫攝氏25度,降至10度 要大概3小時至近7小時 冷卻時間相差超過一倍 另外,12款設有冷凍室的雙門雪櫃樣本 冷凍食物的表現都不錯 除了一款之外,其餘11款樣本 都可以在26小時之內 將測試物品由室溫冷凍至攝氏-18度 靜雞雞告訴你 我的雪櫃的冰格,經常都入了很多雞腿、牛扒 不過我最怕家裡突然停電 冬肉和食材就很容易變壞了 幸好測試模擬了,一旦停電 各個樣本冷凍室的保溫能力 看下在停電狀態,食材可以在攝氏-9度 或者以下保持多久 結果這三款樣本都可以維持到10小時 但這款就維持不到3小時,相差很遠 又到了消費會提提你的時間 想要雪櫃耐用又環保 記住以下這些提示 雪櫃沒必要長期設置到最冷的設定 熱的湯或者食物 應該先要攤一攤冷才放入雪櫃 想知道更多關於各款型號的雪櫃資訊 當然要看第538期的選擇月刊 哪有個好看 麻煩 我們下次見 你們下次見